外国小哥穿梭车阵 一台一台打招呼 要推销首上国旗 全程不说话 只给国旗 仔细看上头还附了一张纸条 内容写着我是龙人 来台湾自助旅行 希望车主花一百买国旗 用来赞助旅费 拿了国旗的叶先生 不宜有他给了一百元 讯后越想越不对劲 上网一问才发现 网友都说 这是多年前就出现的国旗党 甚至在高雄也有出现过 有诈骗之鱼 利用同情心加上爱国心 外国小哥卖国旗 似乎比常见的卖玉兰花 来得更有竞争力 不过 早在2018年 记者就曾在台北街头直击 所谓的国旗党 用相同手法卖国旗 去年底 新北市卢州 也出现外籍女子 跑进餐厅发国旗 不止同样卖一百 字条上的文字 也完全一模一样 难道外籍龙雅人士这么多 也都选在同一时间 来台自助旅行吗 不过 因为没有强迫推销 或是诈骗事实 警方也无法取缔 下次在街头碰上他们 掏不掏钱 得先三思 三小姐他们有 台北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